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等一天了都飞不过来 所以今天这个也不是今天了 这个事情正在发展中 这个韩亚航空 我问你们一个问题 空难飞机空难 比如说遇难两个人 但是在很多地方 比如在咱们中国 大巴出事 有时候死几个死十几个 甚至死几十个 为什么那个新闻引起的效应 要远远小于 这一次的影响 因为很简单 第一条是空中运输 人力是世界上最高等级的运输 它是最贵的 最便捷的 第二是一旦出事 理论上讲它回天无数 它不像车 我们今天每天中国都得死个几百人 不是几十人 交通事故 交通事故每天几百人 一年大概现在六七万人 最多的时候 十万人一年 平均每天三百多人 中国 那当然呗 中国每天交通事故死的人 等于每天掉一架飞机 这个数量是这样的 所以你有没有感觉 就是这个人 还是脚踏实地的动物 对 咱们在地面上的人 你发现没有 对天上的事情 好像存着一份特别的担心 比如说你看潜意识里 大家天天坐飞机 实际潜意识里 好像都担心飞机 你别说你要是航天飞机 再出一事 那更是历史性的大新闻 你看飞机出事 好像就比地上的工具出事 会成为更大的新闻 我有很多的朋友 都已经借了坐飞机这件事了 比如说我知道的 像葛大爷葛优 我不知道这没有经过证实 但是大家都这么说 说是听说是 葛大爷不坐飞机 所以有很多的颁奖礼 比如说电影界的盛世 他肉面的次数并不多 其实他像他这样的地位的演员 也拿了很多奖 但很多时候他不见得会出席的原因 就是飞机比如说只能飞机到 或者是比如他有档期很赶 比如当天就必须得到的 他坐飞机才能到 坐火车他到达不了 他就不去了 然后我身边还有几个 都是比较 我觉得可能在他的事业上 做的比较好的 比如说像我知道的 好像是有一个美食评论家 沈洪飞老师 他能不坐飞机 他尽量不坐飞机 能坐火车坐火车 他没说借了飞机 但是他也坐飞机 他就担心 也是像毛主席学习 是吧 毛主席也是尽量少避免坐飞机 但是我是说这个事 当然 让人说起来是很伤心 是吧 两个小女孩又漂亮 又年轻 这俩小女孩 而且美国的救难 有可能有一小女孩 是给压死的 是给消防车 有可能 真的没有结论 没有没有结论 有可能是给压死的 那么我是说这是一方面 当然咱们沉痛哀悼 这个都是这样 但是另有一方面 就说他们为什么要坐 韩亚航空的飞机 说是便宜 两成价要来才6000多块钱 他不是转 要转飞机 就等于是这一共加起来 6000多块钱 但一般来说 好像说是东航 什么国航 什么或者是其他的航空公司 都是1万 或者是1万左右的价钱 就差的还不少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事有的时候 也是就不叫提醒了 就是这个便宜 图便宜 咱们都图便宜 但是我就发现 以后咱们都得记着 一个1000块钱的东西 如果他卖600块钱 必有古怪 你这不是必然的关系 这不是必然的关系 它是这样 这个飞机航空票价便宜 有时候并不一定说 是某某航空公司 他这个韩亚令说 你有时候飞欧洲 你去转机 有时候不是为了便宜 是为了某个时间段 你比如我这次去英国 我就在巴黎转机 那所有人听着说 你干嘛转一次机 我这转机很麻烦的 就我回来还在那转 因为往返的票 但是我必须赶那个时间 只有这个航班能赶上 我到达会场只差10分钟 你算了 这时间卡的多紧 差一点我都赶不上 开幕 那么这个 像他这个 他这件事不是必然的 说是因为韩亚的飞机便宜 什么就出事 我觉得他主要的还是操作 你看到目前看 就目前提供的信息 这个飞机还是操作上 有一点问题 说是那个是一个实习生 只有40个小时的飞行经验 飞这个机型 飞这个777这个机型 你知道他一说这个 我就一下子想起来 我自己坐飞机的意思 跟他一样一样的 他因为他所有人主速的 不是好多活着的人吗 说这飞机往下坐 对不对 他就是眼看就要下来 所以又拉了一下 然后这一拉 这个屁股不就撞到 这个防波堤上了吗 我有一次坐飞机 就这德行 他倒不是降落是起飞 那飞机明显的失重不起来 咱老坐飞机知道 他有个那个 一离地以后上升感很强的 他就往下坠 就坠的 他肚子都凉了 然后我男生说 就是在外面 那时候就怂了 就不敢扒着往下看了 就斜着往下看 就觉得起不来 就那天那飞机很有意思 半程是 就是这个 前半程的人都是常坐飞机的 后半程有一个团 没坐过飞机 头一回 后半程就尖叫 他就尖叫 跟坐翻轮过山车似的 他以为飞机都是那样的 前半程的人是鸦雀无声 那就是老坐飞机的 也不是慌 就轮不上慌 您就怕了 然后我旁边还坐着一朋友 谁都不说话 等最后拉平了 都踏实了 我就问他 我说你怎么刚才害怕没有 你知道他说什么吗 他说我他没害怕 我就是想我还好多事没交代 就都想后事去了 就根本就 就就是来不及害怕 真的是来不及害怕 那个很恐惧 后来我就从那以后吧 我就有一段时间坐飞机吧 就就特不舒服 就内心不舒服 我觉得这个坐飞机 愿不愿意坐飞机 然后坐飞机上碰到一些颠簸 特别是比较强烈颠簸的时候 大家的反应特别体现一个人的性格 就比如说像我哈 比如我不爱开车 我宁可坐副驾驶 我也不爱开车 但你看有些人他就爱开车 我不知道用这样来分是不是就是很对 但我觉得我归纳了一下 好像这样 比如说爱开车的人 他喜欢有操重感的人 控制感的人 他特别怕坐飞机 或者是就是他比较喜欢控制很多东西 他坐飞机 因为坐飞机你就无奈了 自己不能掌握 对你就无奈了 但像我这种吧 我坐飞机我就反正先想 我就交给你了 我能怎么这样 我害怕也是这样 我不害怕也是这样 碰到那种特别强烈颠簸的时候 旁边的紧张 我想就这样了 我能怎么地 我不太怕 颠簸我不太怕 多颠我都不怕 我记得特别有意思的是 我记得特别有意思的是 崔永元跟我说过 那会我去做他的一个节目 我们就在下面聊天了 他不是有段时间说他睡不着觉吗 对 他说我特别奇怪 他在后台说了 我特别奇怪 我一坐飞机我就能睡着觉 然后我说 我说那哥哥你可能是因为你啊 就属于那种特别希望自己的人生 对太对自己负责任了 一到上飞机 反正心想我也负不起责任了 哎脑子一空睡了 我不知道啊 也许可能可能会不会是因为这样 有些人就是这样的 在陆地上睡不着 上飞机坐飞机睡着了 我坐飞机 有睡着的 有没睡着 很普通 但是就是坐飞机这事挺有意思 你看啊 你有时候人的心里 你从北京要是飞香港 你飞两个小时啊 你有一种担心 就是中间颠簸或者会出事 但是后来我有时候想啊 你飞美国 飞15个小时的时候 也并不会因为这个更加担心 他你知道吗 一上去了 一进入 就好像就没什么事了 所以你知道这就说明什么呢 比如说情景喜剧啊 人是一种处境动物 人 这就是人是一种处境动物 你别看有些人你害怕 你看葛优他害怕 我跟你说 他真的到了那儿啊 那就像是一个空中的房子一样 慢慢他就忘了 就是他在整个飞10个小时的时候 你的这个恐惧感 并不会超过飞两个小时 那其实这也是对的 因为因为这次这个空难之后 有很多人写了很多的这个文章 说在坐飞机的时候 最为危险的多少分钟当中 那个降落的时候跟起飞的时候的 那加起来可能也就20分钟的时间 是是是占了整个飞行过程 最80分没错 最危险的主要 其实飞机最危险的就是起飞和这个降落 春花一脉 自然出众 阿里山 我很想去操约玩 我喜欢笑 这不仅是对自己的犒赏 也是给别人最好的礼物 你知道过去香港老机厂叫启德机厂 现在香港的新机厂 那我觉得天下无双 世界一流的机厂 但是老机厂就启德那个机厂 你知道吗 经常你可以看西洋景 说当时对全世界的飞行员 那都是一个考验 因为跑道非常短 跑道非常短 而且就在海里 动不动这个飞机 没杀住 就飘在海里去了 就飘在海里去了 而且他离那个人住的地方 就是那个居民楼特别近 因为那时候看那个香港的片子 不是好多那个飞机 好像就这样贴着那个居民楼走的 那感觉也挺可怕的 我们过去好多城市机厂 都那样 西安机场早期的都那么近 就下了飞机几分钟就进城 但是我觉得这一次这个事件出了以后 就网上大量的就是跟大家说 你怎么样这个保证 就是尽量的保证自己安全 在坐飞机的时候 就很多中国人就开始反省 就说其实原来我们在飞机上的 很多动作和状态 是非常不安全的 就如果真的 比如说碰到这样的事件的话 可能你就会有事 就比如说 包括我身边有些朋友 也看过这事说 哎呀我原来其实那样做 是有问题的 比如说一到滑行 开始跑道之后 就开始上跑道之后 滑行了以后 很多人就觉得已经落地了嘛 没事了 虽然那个安全带的 那个那个红灯还亮着 但很多人就 就把安全带给解了 就觉得到了嘛 然后比如说像那个 那个服务生说要收起小桌板啊 什么的 很多人觉得干 为什么我这还在干 为什么写写东西啊 干嘛呢 喝着水呢 你让我收起小桌板 其实那都是保障你自己安全的事 这回这事一出来 网上一做安全宣传 好多人都懂了 哦 原来这都是 让你更安全的这些事情 所有事情都必须做 不做就会有问题 他那个安全带 现在不仅仅是起落 平时都得记着 他因为有人还受过伤 就是空中剧烈颠簸的时候 尤其尤其飞大海 穿越大海的时候 国际航班 他大海上也不知道 有什么气流啊 他有时候飞机会迅速下降 上百米 这时候人就等于就失重 就飘在空中了嘛 所以有人就颈椎啊 脊椎就会撞伤 那时候就是尤其你睡觉的时候 晚上一定要记住 你不舒服也得记 但是你不至于勒那么紧 嗯 对 香港那边曾经演出过一个 九霄惊魂啊 这个飞机在空中啊 急降机百米 就突然间就降下来 完全飞机了 然后就脑袋在行李箱里呢 这这上去了 进去了 好像就是从那个时候 那我不知道是几几年 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是特别严格的要求 全程都必须 系安全带 扎这个安全带 所以啊 其实你像我们 特别是如果我们经常坐飞机 都能看见 就好多人可能都还没停稳呢 就开始拿行李啊 什么的 那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 我不知道为什么 中国人都急着下飞机 就有人那飞机真的是没停稳 就非得让人家空姐喊 请坐下来 什么这个那个 就为什么呀 而且有的人就是经常就冲到头等舱以后呢 准备的一个下车让人也哄回去 你说你多尴尬干嘛呀 就不明白 就是都急着好像天大的事 不仅是急着这个下飞机 也急着上飞机 我特别不理解的事 前两天我就跟说砸了国泰的柜台了 对对对 有两 中国大陆一对夫妇 没错 可能就是跟文道一样的原因 就是航班可能 你跟他发现 延误时间长了 但是乒乓就砸国泰柜台 那你到香港 你那是香港警察就来了 你不是在香港 你在哪儿也不成 你现在在中国哪个机场都不成 你砸柜台试试 那肯定他警察都不成 我跟你说你别说 中国航空公司 有的时候 就是什么呢 也就是把卑躬屈膝到了 我就见过航班主任 就跪下了 给下跪 他们是不是内部有严格要求 就是跟乘客绝不能够动粗 还是怎么怎么着 我觉得这些人就缺乏教育 一个是内心教育 你比如我吧 我这是老出门的人 就坐飞机 我要赶上倒霉的航班 或者不飞了干什么 我就先自己警告自己 就是该找我倒霉 我就认这事 我也不去争 我去问也没有用 你扒在柜台上 我年轻时候就是 扒在柜台上老问 问了问去 他也是不到点不飞 你问他干嘛 你就等着了呀 因为在中国呢 如果有人带头这么起哄的 砸柜台什么的 估计就一帮人跟着一起了 就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嘛 你看见那些 中国话出事 很多人就会跟着一起拍柜台 一起吵一起闹 那你这个 这问题上升到维稳层面了 但是你在香港的话 可能爬柜台的人 就是你两个人爬 人家就这么看着你 为什么要爬柜台 那不就变成只有两个人的问事 那不逮你逮谁 但是就是我为什么 我刚才就说 这倒不是便宜不便宜的这个事情 这个有的时候 这个现在的飞机 当然这个韩亚航空自有它的原因 但是人家现在也说 你注意到没有 现在中国包括国内外 都出现了很多不知名的小航空公司 这种小航空公司 它的这个安全问题 包括这个技术维护问题 这个东西咱不能烂说有没有毛病 但是而且有的时候这个贪便宜 为什么我就想起这个事 我有一次是飞夏威夷 飞夏威夷从香港飞 然后你知道也挺有意思 这个台湾的一个航空公司 我觉得台湾航空公司也挺有意思 我也就是贪便宜 然后就是买这个机票 所有飞这个火怒怒怒的航班 都是要转的 没有就都没有直飞 在首尔转几个小时 或者在东京转几个小时 所有都是要转的 好 那么我也是 第一是因为要时间的合适 第二也是因为看着便宜 他突然他给我找着一个 他说台湾一个航空公司 就在台北转停 在台北转机 停一个小时 就飞这个火怒怒怒 我说好啊 又便宜几千块钱呢 就买了 结果呢 从香港飞 飞到台北 然后好 就换飞机 然后给我一登机牌 说呢 这个待会儿到了这个东京的时候 我给你换一个好的座位 我说什么 到东京 我说飞了吗 他说还会在东京停 停一下 所以在东京停两小时 我们才飞火怒怒怒的 我说你不是直飞啊 你票上怎么不写呢 票上怎么不写啊 他说 这是旅行社的问题啊 我就打电话 就跟旅行社说 我说他在东京还停一站呢 我说我这是变成 这个是干嘛了 坐飞机玩 坐飞机玩了 后来旅行社说 我订票 他们网上 没说停东京啊 后来我就跟台湾这航空公司态度非常好 人家小姐很很很很热情 跟我就说 我说你为什么不写啊 他逗先生啊 在我们的这个经验里呢 如果你买机票的时候 你没有说呀 对吧 我们就不会跟你说的 你不问我就不说 你如果不要求直飞 我们就不会说 我说你不印在这个机票上 那你他说是这样的啊 你在台北转机 是换了一架飞机 这个我们会告诉你说 在台北转机 这个没换 到东京呢 是让你下来 在东京机场逛一圈 还上这架飞机 我们这架飞机呢 没有换 所以呢 我们就不会给你 我也碰到过 我说那照这意思 我从香港飞北京 我要没特别说明直飞 你就敢跟我在武汉停一下 这可以 我就碰你过 他不告诉你 对我就碰你过 但是我也是特纳闷 我说你怎么不说呀 谁坐你这破飞机 还弄一个起降 也没多远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 我说一个东西啊 它该多少钱 不是多少钱 你要知道 它必有古怪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民生无小事 这是你我关心的话题 一起微笑着进步 发挥民意 监察正能量 民生银行信用卡 社会正能量 星期六 凤凰瑞士中安台 怕上火 更多人喝家多宝 中国 美卖十罐凉茶 七罐家多宝 配方正宗 当然更多人喝 怕上火 喝家多宝 我家自从换了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 省电 安全 舒适 同时洗澡 洗碗 洗菜 热水都不断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 你用了也会说好 我不觉得我可能没有这么深的感触啊 我觉得可能价钱也不完全有关系 你像我这回去英国 就是那个奥运会的时候去英国 因为可能特别多人去吧 回来的时候可能也特别多人回 我那个机票如果按照这个价钱来说 它不算便宜的机票 就是从伦敦飞北京的机票 但是也出问题 因为它oversell了 我们三个人 我们可能稍微晚到了 因为退税啊 什么的 买了东西退税 到了那个check-in的时候 它oversell 就是它卖多了 它多卖了以后呢 它告诉我 我们三个人中间有一个人 不能上这班飞机 很痛苦 很痛苦 扔下谁 刚上就炸了 你知道吗 我当时说你 那你扔下谁 是呢 我们三个人 你让我们两个人先走 另外一个多可怜 而且那天那次去的 我们三个 我们还没有跟大部队走 我们三个人单独走的 我们三个人的英文 也就是我凑合一点 其他俩人还不太好 我说那如果要留下一个人 那看感情就留下我呗 那么其他俩人 得让他走啊 就不行 那你其他两个人 也就不合适了 扔下我 然后就只好在机场诈庙了 就当然了我们诈庙 不是说去敲人家柜台干嘛 就说道理嘛 因为那个你OSL 就是肯定是你的错 你的错你就要帮我们解决 他说那我们帮你解决 帮你换成下一班飞机 怎么怎么的 我说这不叫解决 我说我就要坐这班飞 其实 这也不是钱的问题 我跟你说 这些牢骚 都有很多 但是你知道 我跟马先生这个态度 有点干嘛 我每次看见这种新闻 旅客发生矛盾的时候 或者航班延误的时候 我心里老想跟他们航空飞行员 提醒一句 就是说 做到底飞机这玩意儿 安全第一 我有时候怕他们受乘客的情绪 或者工作要求的这种鼓动 不具备条件飞 也飞 或者说 你知道我一直有一种潜在的担心 就是说 任何一个工作 天天干 天天干 咱们知道像主持人 像我主持这么多年 哪还能那么认真 对吧 就是人性 这是人性 对吧 但是就是个飞机驾驶员 我特别担心 就是他们 时不时能够 几百年如一日 保持这个全神贯注 飞每一次 是是 他是这样 中国民航 相对来说都比较安全 我告诉你 为什么安全 第一 中国 所有机场的设备 是最好的 中国人这一点上 是最新的 不怕花钱 不计工本 第二是所有的 根据天气有关的 你说出大天来 它不飞 所以我们因气候不飞 我特别能理解 正飞起来 前面是雷区 你说 谁谁 咱钻过去 你拼了 反不上 对不对 你不能拿命去抵 再有一个 就是我们的机长 相对来说 都比西方的机长 更缺乏自主性 所以他就更考虑安全 西方很多机长 我看过 Discovery的 那个介绍 就好多是 因为机长 强行要起飞 机长有这个权力 说没有问题 可以飞 就飞了 飞了以后 就出了问题 他就来解释这个问题 你比如说这个片子 就这个 这次空难 这次空难 一定会有人 把它拍成片子 这次空难 其实我们说起来 是不幸中的大幸 飞机是报废了的 但只有两个 只死了两个人 这么大的空难 理论上 一定死的人比多 我第一听这反应 说飞机上有三百多人 我想得死多少人呢 结果你看那飞机 断成两截 上面烧了两大洞 基本上都给烧毁了 但是他只有两个人 这两个人 如果再证明 有一个是被后来后援的 那个压死 那就说他直接造成死亡的 只有一个人 他飞机的着火是慢的 你看那个 你看了很多图像吧 人下来以后再找 如果这瞬间就着火 肯定就死了 因为空间太小了 我看那个关于那个 说怎么样注意安全的 里头有一条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贯文明启示录 因为空乘 如果出了些什么问题 空乘万一没有怎么理你 搞不好就把你永远的 跟在飞机 你不可以 你怎么回事 你想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